我愛偶像 歡迎收看 我愛偶像 待會要歡迎這位女歌手 非常的厲害 她的爆發力十足 然後嗓音也非常的強 一路從我是歌手 還有中國好聲音過關斬將 已經奠定她現在天后的地位了 而且在今年除夕夜 她上了央視春晚 然後跟蕭靜的還有迪馬錫演唱的代表作 不同凡翔 是的 今天呢我愛偶像 各位熱烈歡迎 袁雅維 季雅 歡迎 大家好 我是孫雅 謝謝我給廢話三個音樂 其實你天地無縫的技巧 擅長情話催眠情報 街頭是開拍的劇本 很低於散散的口味需要 射好圈套 鎖定目標 給你一點無辜的笑 來對我花點圍繞 seek リーチ 乖 明星中的晚瞭 描述 就是孩子的苦惱 縫 叫 點 口 Now love don't talk too much I need to talk too much 反對無效 拒絕求人 I need to talk too much 別一臉無辜的笑 來對我懷疑未老 Don't shoot 淒淒淡地看著 你那臉像個玩笑 Don't shoot Don't shoot 上來這一套 Don't shoot 我並不該只要 Just leave 用著腳踏 Don't talk too much Don't need to talk too much Don't need to talk too much 謝謝 歡迎 歡迎 主持人好 哈囉 你好 對 剛剛各位有沒有嚇到 充滿爆發力的表演 太會唱了 對 我們終於見識到這個現場 袁雅薇的唱功 對 謝謝 來 在這跟大家問候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來自北京的Tia 袁雅薇 帶著我的新專輯來到台北 第一次來做宣傳 對 非常的恭喜 因為你的專輯 在你還沒有來之前 我們已經不斷地在聽了 真的嗎 對 對 但我覺得聽現場的感覺 還是跟在專輯裡很不一樣 是嗎 對啊 是的 因為現場這個東西 其實音樂現場的魅力是不太一樣的 很有渲染力 但是這一次的專輯真的是 我有看到很大一張 而且今天有帶在現場 有帶 要送給我們的 謝謝 這個Apple 謝謝 對 而且上面其實這個Tia 然後你的專輯名稱叫Tiara Tiara 對 這個有一個特別的意思嗎 有知道Tiara是什麼意思嗎 很多人知道是韓國的一個女團吧 真的嗎 對啊 有嗎 名字正好也叫Tiara 就是他們是T-A-R-A 對啦 有一點不一樣 對 Tiara其實是黃冠的意思 冠名的意思 對 其實它也是一個英文名字 是我的英文名 就是你的英文名字 對 因為我的英文名叫Tiara 只好去掉那個Y字 就變成Tiara 對 然後那個Y呢 其實是隱藏的你 就是你被 你在我的身後默默 就是有很多愛我的人在我身後 所以那個你就是獻給 獻給那些愛我的人 這樣的感覺 對 對 很有意思 而且呢其實有很多的英文 它本身有一些內在的意義 比方說呢像冠冕 也是這個Tiara的一個意義之一 是的 對 所以呢其實有點像是你登上殿堂的 這一條路的一種意思 其實就好像我給我自己 在音樂上十幾年 堅持的一個鼓勵一樣 對啊 我覺得 其實這幾年大家才認識你 但你剛講十幾年我有點嚇到 對啊 因為我之前是 你已經唱了十幾年了 我覺得十幾年才剛剛開始 真的啊 你們都剛開始耶 真的剛開始 不是 印象我從 從十六歲開始 找到自己 決定做音樂 是 其實你看看很多古典音樂家 很多真正的優秀的音樂人 其實他們都是同子公 他們都是兩三歲 三四歲就開始 你看老老公 沒錯沒錯 三歲開始戀情 二十多歲才被大家認識 是 所以其實 十幾年算什麼 對 才剛剛開始 就像運動選手一樣 對 我覺得成功 沒有那麼容易的事情 對 要累積很久 真的 真的 而且我覺得發現袁雅薇 你其實把你唱歌這件事情 當成是一生的事情 一輩子的事情 對 所以現在這樣算起來 十幾年就是剛起步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唱到 想唱到七十歲吧 你想唱到幾歲都可以 對 就牙掉光了 然後我的歌迷他們就是 我的歌迷叫假牙 就是 為什麼叫假牙 因為我是T牙 然後有一個諧音 牙 牙牙 然後他們是我的假牙之後 如果你們都是我的假牙 比如說等我老了 然後我牙掉光光了 然後我牙掉光了 就講不出話來 對 還能唱 就這樣講話了 所以他們 然後我的歌迷說 對 然後我們就是你的牙 然後裝上我們 你就可以再繼續唱歌 是這樣的貼心 很大的一個支持 而且我相信到那個時候 你的聲音跟你的一些經歷啊 在音樂當中的詮釋 會更不一樣 對啊 其實大家都很怕老 反而這樣聽起來 你有一點期待 對 因為那這樣會是人生另外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對 因為活到老 學到老 沒錯 那剛剛我們有聽到 連背話是一首比較 復古節奏的快歌嗎 對 那其實在今天 我們還要演唱一首歌叫 《存不存在》 對 兩首歌現在的反應跟市場的那個 接受都非常的高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說 在選 當初選歌的時候 為什麼會把這兩首歌 作為可能這一次的主打歌的 那個 《存不存在》是嗎 對 對 因為 其實 就像我的性格一樣 我的人格一樣 就是 AB學型 你是AB型 還有誰是AB型 AB 我不是 有AB嗎 有AB學型的嗎 有嗎 可能他們還都不知道自己學型的 應該知道吧 知道嗎 對 所以我有點雙重人格 所以我在 有的時候會很糾結 然後我在音樂裡面 我又會發現很多 喜歡去 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去找到那個 音樂裡面變化的那種 有趣的那個態度 所以 但是 對我來講 就好像剛才我有聽 誰在唱 《說散就散》 對 我在後台 然後就是 就是我 就好像存不存在 有一點像 《說散就散》的 姐妹片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 就是一種 真正在心裡跟你 看著你的眼睛 然後對著你的心 跟你講故事一樣 這種感覺 所以也可以高亢 但是也可以很溫柔 然後也可以很深情 對 但其實呢 除了這個歌有這樣子 特別的一個 在演唱上的情感的流動之外 其實如果我們看MV的話 會看到有一些 覺得很熟悉的風景 對 因為我去宜蘭 宜蘭開的 怎麼會選擇宜蘭 因為是黃霸給我拍的第三支 就是中平導演 然後他就特意選了宜蘭 然後我們就開了很長時間的車 然後到那個時候發現我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就感覺 室外桃源的感覺 跟台北很不像 很不太一樣 對 不過其實他也希望說透過那次的拍攝 讓你也可以放鬆心情 對 然後我看見 全部都是綠色的 一片一片 然後我想 小麥好可愛 就是這個小麥長得好漂亮 好嫩嫩的 然後 不是 然後是蔥 是蔥吧 三星蔥 我也猜錯了 對 然後全部都是蔥 全部都是蔥 我說 我說怎麼全部都是蔥 然後來 然後過了一會兒 然後阿琳就帶著一大袋蔥 那個點心 三星蔥吧 三星蔥 然後就過來探班 然後說 這裡是我們的特產 就是他說 宜蘭是盛產這個 三星蔥 一見鍾情還是日久生情 兩種的愛情觀是哪一個你比較喜 依賴的跟青睞的 這個 這個是靠緣分吧 靠緣分 我覺得他都會從我們的題目 然後繞出另外一個 不是,我真的很認真回答你問題 不是好帥的回答 比基尼跟性感睡衣 這兩樣東西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游泳 好,我們都選比基尼 牽手還是擁抱 跟誰 我跟你講,我不想問下去 我真的是受夠了 小潔,你再問 我回答 好 小潔 其實呢,因為我們知道 在那個唱歌的時候啊 我們聽你有很多的作品 在表達的時候 因為是不同的情感嘛 對 對,所以表達的方式就會不一樣 你覺得唱歌對你來說 其實就好像另外一個 表達你人生感情的一部分 一種方式對不對 對,就好像剛剛我跟你說 如果我對手的戲 我會笑場 我會覺得不好意思的話 對 我在音樂裡我多好意思 哦 我在音樂裡 我什麼樣的狀態 我都可以勇敢地表達出來 所以一些不敢講的 或是不方便表達 都會在音樂裡講出來 都會在裡面 對,對,對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要繼續聽歌了 對,對 對,因為其實我對亞維的認識 其實從視頻上面 然後我非常喜歡R&B 然後我覺得你對於靈魂樂樂的 跟R&B的詮釋 其實有非常你自己一個很 很獨特的一個魅力在 那當然我覺得很多歌曲 透過你的聲音表現出來的時候 會覺得 這個好像又是你自己的歌 對,所以我覺得 今天在現場我特別期待說 他可以唱到除了自己的歌曲之外 然後可以在現場感受你唱 一些其他一些經典的作品 所以接下來帶來這首歌曲 是我剛剛在前面 哼哼哼的一個歌曲對不對 好,OK 說散就散 那我們接下來 你們有會唱的嗎 會嗎 你們有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把舞台交給Tia 謝謝 歡迎 我們都在一起 好,好不好 要解釋都已經來不及 算了吧 我付出過什麼沒關係 我護了自己 就因為沒有任命 没办法 好可怕 那个我 不像话 一直奋不顾身 是我太傻 说不上爱 别说话 就你的喜欢 说不上恨 别纠缠 别装作感叹 就当作我太麻烦 不停让自己受伤 我告诉我自己 感情就是这样 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别后悔 就算错过 在以后 你少不眠想起我 还算不错 但我不在意会不会难过 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 说不上爱 别说话 就一点喜欢 说不上恨 别纠缠 别装作感叹 将一切都体谅 将一切都原谅 我尝试找答案 而答案很简单 简单的很遗憾 因为扯着 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 因为扯着 我们忽而战 我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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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让袁雅薇来进行 我们的这个... 电流击击棒 电流击击棒 沒錯 对 那接下来呢 就是也在同时要玩 快玩快打嘛 对不对 由我来问问你 对,所以你要边回答 然后要集中精神了 准备了 准备 准备 请问 蓝白拖鞋跟高跟鞋 两个你会选哪一个 蓝白拖 波浪长发跟极尖的短发 两个都可以 不行只能选一个 好严格 哪一个 吓到他了 你是不是忘记有哪些了 波浪长发和极尖短发 对 哪一个 三 你们选吧 不不不不 怎么我们选 好,先跳过第三题 王嘉尔跟刘欢只能选一位 哎呦 哎呦 两位同事交到水里 你会先救谁呢 一个 一个老师 一个 一个音乐伙伴 你说我选谁 选一个 你已经炸了好几次了 我炸了 对 继续 老师 好,刘欢 好,喜欢台湾的夜市 还是台北101 台北101 我没去过 好,那你等一下选一 还没去过 我都没空耶 夜市去过吧 夜市去过一次 那个喝鱼汤 OK,好,那先选夜市了 工作排满满 跟隧道自然醒 两个选一个 当然是自然醒了 但是没有可能 可能 好的,R&B跟爵士乐 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 这两个是兄弟音乐 对,没有错 但是你还是要选一个 因为好,流行的R&B 跟比较蓝调爵士的一个 曲风的歌曲 蓝调吧 好,OK,好 一见钟情还是日久深情 两种的爱情观是哪一个 你比较喜 依赖的跟青睐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靠缘分吧 靠缘分 我觉得它都会 很认真 从我们的题目绕出另外一个 你真的很认真 不是,我真的很认真回答你的问题 不是草率的回答 OK,好 比基尼跟性感睡衣 两个选一个 比基尼跟性感睡衣 对 这两样东西 很冲突耶 这两样东西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游泳 我喜欢游泳 好,我能够选比基尼 牵手还是拥抱 跟谁 我跟你讲 我不想问下去 我真的是受够了 小杰 小杰,你再问 我回答 我很尊重你的问题 我知道,我知道 就因为你太认真的 你知道吗 认真的 那认真的女人最美 怎么唱来的 那快过了 昂贵的礼物跟手写的卡片 你会选哪一个 手写的卡片 好的 没有,没问题了 没问题 其实有抱了几次吗 抱了无数词 抱了无数词 但是呢,我们是从这里看个性的 其实你的个性 真的是很认真 在对待一件事情 比较严谨的一个女孩 对 好了,所以 刚刚不是说有奖品吗 对啊,玩完之后 玩完之后 是不是要上一下我们 是去温泉的票吗 没有啦 如果你有时间 我们OK啊 等一下比较有空 你说真的 Apple可以洗 对啊,我们可以去泡温泉 出外景 好,来 我们看看今天 我们制作单位为你准备 真的有啊 有啦 吃啦 对,我们来上一下 我刚刚吃完盒饭 我们看到呢 现在摆了很多的美食 这都在台湾我们容易吃到的小吃 对 对,那有没有你比较有兴趣的 最想先吃的 这个应该是咸酥鸡啊 然后这是胡椒饼 这个应该是有吃过 嗯 这个是什么 甜不辣 甜不辣 甜不辣是什么 它是用鱼浆做的一个 不是,我第一次甜不辣是 名字是不是 甜不辣是一种 菜种 来,我要打开我几百颗 她问的问题都很细节 甜不辣呢 甜不辣是一种菜种 但是甜不辣里面 是会有很多种蔬菜和 和海鲜 那个 是不是 不是 不是,那个是 你说的那个是关东煮吧 关东煮就是很多 不是 不是,他不是讲关东煮哦 他讲的就是说甜不辣有很多东西做的 对 所以这个是什么 对 它就只有鱼浆 鱼浆 没有其他的东西 就鱼肉做成的 浆 浆 对 那这个我们 那你不要再问我浆怎么做的 那个我真的回答不出来了 今天从音乐节目变抑制节目了 我跟你讲 他一定是以前在课堂上 会打破砂锅 问到甜到的学生 老师,为什么 一直提问 一直提问 你一定可以吃看看嘛 吃吃看 我可以吃吗 可以 所以是鱼肉 对不对 也不能不完全 对 我觉得蛮好吃的 我蛮喜欢吃这个 QQ的 QQ的 有点甜甜的 甜不辣 好 这个 就很容易在很多地方都买得到 所以它 甜不辣就是这种 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吃的 这个东西就叫咸酥鸡 甜酥鸡 基本上它有炸各式各样的东西 对 等一下,这个是地瓜 这是鸡屁股 鸡屁股 旁边那是什么 应该是马铃薯吧 就是鸡屁股吗 还是洋葱 你敢吃吗 这是炸苹果吗 炸苹果吗 炸苹果 现在炸的摊位有在卖炸苹果 你敢吃鸡屁股吗 不敢 我也不敢 我觉得为什么会有 这个好吃 真的吗 这个留给Apple 对,Apple拿着 对啊 后面我就允许你这样去吃东西 你说女明星在节目上大吃鸡屁股吗 你就吃一个给她看看吧 她还是你当在Apple的面前吃 吃Apple 吃Apple好了 吃Apple 你吃Apple 对,你吃吃看 因为我没有吃过这个 炸苹果,这个没吃过 没吃过 干杯 好,吃吃看 干... 讲话讲 你还要吓到 不能讲到四胜屁 那刚刚我看到那个 经纪人的表情是 对 还有差别公司的 对,全部都在 对 好 觉得怎么样 这个里面有东西 有 是不是吗 还是... 这个...你们吃过这个吗 炸苹果 我没有吃过 没有,它这里面可能只是过熟了 不是 可能有一些苹果煮过之后 就会跟你原来的苹果的口感不一样 是吗 是吗 应该是 老板的 洋化这两个字 第一次出现在本节目 鹹酥鸡 对 而且是鹹酥鸡 对不起 洋化这两个字 他好棒 他好棒 其实今天呢 来,我们不是那个美食节目啦 我们是音乐节目 其实音乐跟美食差不多 真的吗 又有一番见解 因为我做饭 我会做饭 你做饭 所以我觉得做饭的时候 跟写歌的时候是一样的 那待会你唱的时候 这一桌要不要留在上面 你 边唱边吃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等一下要唱的歌是哪一首 存不存在 存不存在 都不重要 目前存在 唱完就都不存在了 對 好啦,所以接下來 來,我们呢 繼續把舞台交给袁雅薇、Tia 謝謝 我們來聽你唱这首歌 存不存在 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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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loyment 在每个 glauben包裡 曝陪 hold 緊張ulf dried 坏了 怎么多的力气说到底 想放棄 是否我只剩這樣的選擇 傷了這麼多的時間說到底誰忍耐 沒有選擇那就如何選擇 算了問題還是存在還會存在 誰都別想耍耐你我都明白 離開我的胸懷 就想要這樣不再想了 有天你將離開不會存在 看這一片空白慢慢將你破壞 存在也不存在 就這樣不想要再想了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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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精彩 回答那個時段 全部重來 Cause you 有天你將離開 不會存在 看著一片空白 慢慢將你破壞 存在也不存在 就這樣不想要再想了 不存在 未來 誰能讓我找到答案 疑惑全部都存在 Cause you 不存在 愛的精彩 回答那個時段 全部重來 全部重來 Cause you 不存在 不存在 對 可許 到底是存在還是不存在的 我第一次在 第一次在 對 公共的場合 就是宣傳裡面 然後我自己希望可以有機會 下一次再來到台北的時候 可以 可以有 音樂會 然後跟大家真的 好好好好的分享一次 音樂 然後像一個派對一樣 大家想說什麼 想離你們都近 都近 想跟你們一起唱 就一起唱 所以希望可以有機會再來到台北 好 希望接下來呢 在台北呢 也有屬於一個 你跟我們台灣的 BANS們的一個演唱會 大型演唱會 很期待 謝謝 謝謝大家 可以預祝專輯大賣 謝謝 謝謝 Tia 拜拜 謝謝 拜拜 辛苦了